我覺得我們中華民國 這個駕訓班真的很妙 路有S型 S型這麼難進那麼難出 那也就算了 你知道就是說那個 沒有一點都不奇怪 其實台灣人開車技術 比別的地方的人真的好很多 是因為有那個S型 但是你不覺得就是說 它是要被口訣有公式之外 我記得那時候在練習開車的時候 那個車上面都有做記號 就是90度這邊 它會用原子筆畫一個記號 就說什麼你鼻子中管 對準這個記號 然後說你在方向盤打到底的時候 那個彎就過了 可是我們真正在開車的時候 誰會鼻子對過去那一點 方向盤打到底 打那樣對不對 在前面貼一個黃色膠帶 對 要對一道才可以過 那王毅妳考過了嗎 我考兩三次才過 妳鼻子沒有對90度 一開始我也是不相信要對 我就覺得幹嘛要對 妳就自己開就好了 可是就是不會過 就是不一樣 真的 那妳有沒有跟那個教練塞男一下 因為他那邊也有一個煞車 如果你快壓線他知道 他會偷偷幫你踩一下 對 他會 可是練到後來他就是不會 像教練他們都陪你上個 大概3 4堂課 後來就這樣你自己練了 就不會一直在旁邊 我考駕照的時候 因為我想說 那我們天生就是 長得還可以嗎 大家又認識我嗎 我想教練應該 那個考官也應該認識我 所以當我聽到那個 就是我們壓線 還是不知道壓到什麼 他會嗶嗶嗶 那個就會兩隻 我就很緊張 我就 他說現在怎麼辦 他說你不要看我 嘴巴也不要發出這些快聲音 我會幫你打擋 他就幫我打擋 但是他很厲害 因為他說 現在有好多支監視器在拍我 我不能告訴你 你也不要再尖叫了 結果他就幫我換檔 就是換檔的照片 你踩離合器 他會幫你倒檔 然後你方向 放什麼什麼 搞得我也是 我這樣一下來 滿身大汗 可是因為有他幫忙 我也考過了 他那麼危險 台北市的交通 可是台北市 可是這些台灣的教練 很有人情味 對啊 好 來 子豪老師 我們就輕易幫我們 做一個心理測驗囉 好 今天要測什麼呢 好 今天要測什麼 等一下再告訴大家 我們先來看一下題目 好 今天的題目是 當你在開會的時候 你的朋友剛好打電話給你 然後你覺得他要跟你說什麼 因為你正在開會 所以可以跟他講話的時間 非常的短 我們有四個選項讓你來選 A的選項是 他失戀了 可能要跟你說什麼 那B的選項是 晚上想要約你一起吃個飯 那C的選項是 問你最近在忙什麼啊 那D的選項是 以為你打電話找他 所以他回播給你 你的直覺來選 看你是覺得 你的朋友在打電話給你 他到底要找你什麼事呢 是 好 我可以選一個 我選C 問你最近在忙些什麼 OK 好 欣妮 B B啊 一起吃飯 好 好 我要講C A 失戀了 然後又要問新組 好 A哥是這樣 我本來是B 晚上吃飯 好 我覺得應該是D吧 好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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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問你最近在忙什麼 好 好 那每個人都選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到底要幫大家測的是什麼呢 我在哪方面比男人行 你可能勝過男人的 比男人還要厲害的 在哪一方面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選擇A的選項的 有為愛老師 他失戀了 這代表著你在哪一個方面 比男人還行呢 感情主動樂追求 勇於說愛 尋真愛 在感情方面 你是比男人還行的 也就是說在感情當中呢 你是操控著 男人要聽你的話 對方可能也要聽你的話 什麼時候結婚 什麼時候要步入禮堂 或者是我們今天該選擇 去哪一家吃飯 都是由你來做決定的 所以在感情當中 你是勝過於男人 你覺得要主導一切 你才有安全感 那如果遇到喜歡的對象呢 當然你也是覺得 就直接講嘛 為什麼要分男生女生呢 我喜歡你 我就跟你說啊 就約你出去吃飯聊天 有什麼關係 在他們的感情觀念裡面 他們會覺得 反正我比男人還強 我做的 如果說我今天結婚了 或是我進入感情狀態當中 我當然可以做的 比男人還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選擇B的選項的 就是想要晚上一起吃個飯的 有黃老師 還有欣妮 到底你在哪一方面 比男人還行呢 理財有一套規劃人生有智慧 選到這個選項的朋友們 要恭喜你 邏輯思考能力非常的強 所以你們在理財方面 是非常有靠自己的想法的 但是呢 在這個 有時候呢 要注意到的是 雖然你邏輯規劃非常的強 可是你們耳根子很軟 只要人家拿一下 或是稍微動置一起 你可能就會亂了自己的方向 所以呢 雖然你邏輯思考方面 還有理財能力很好 然後規劃人生也非常的有智慧 但是呢 記得喔 有的時候耳根子卵 要稍微修正一下 有的話是可聽 有的話是稍微 還是要思考過再做決定的 嗯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選擇C的 問你最近在忙什麼的 有王寅還有篤林哥 到底你在哪方面比男人行呢 事業心大極擴版圖 你可能在事業心方面呢 比男人還強 而且比男人還有規劃 而且目前你所處在的 心理狀態是 你很急著想要擴張你的版圖 譬如說我想要急著 有演出的機會 我想要讓我的事業能夠 譬如說開一家分店等等的 在極擴版圖這個部分呢 是你覺得你比男人 還要行的地方了 嗯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選擇D的選項有靜存姐 那還以為你要打電話找他 到底你在哪個部分 比男人還行呢 責任感重重情義 哇 像真的是我 你真的覺得全世界的責任 都在你身上 甚至於你家的責任 收視率好不好 甚至於就是說 那個社區垃圾 到底有沒有分類好 你覺得都是你的責任 你應該要輔導他們 到非常好的境地 所以呢 這個如果朋友當中 又有人告訴你說 那個人對我不好 你這個重情義的部分就出來了 你要擺平他 你要覺得不關你的事 但是你還是要跟他的親戚說一下 跟他的朋友說一下 反正你就是大家朋友當中的 那個調節委員會的會長 什麼事情交給你 你這個重情義的部分 就會展現出來了 你們兩個會不會個性也是那種 會花很多錢 然後去買一堆東西 然後回家是沒有用的 我想問一下兩位 平均一季大概要花多少錢 來製妝 一季 製妝 嗯 心裡大概會花多少錢 我以前花比較誇張 以前一個月大概會花個五六萬 就買一些名牌的那個小禮物 所以一季它大概二十萬差不多 差不多 可是現在因為我開二手衣 對 的店 所以我就會變成說 有時候女藝人的衣服來 然後我會跟女藝人交換 就是她有名牌 我有名牌 然後因為有 你看我這一個就是 買了完全沒有用啊 有誰要買 我現在就在我二手店放著 妳跟其他女藝人交換 然後妳會拿來穿嗎 會 像雅蘭姐之前 就一直要買王盈的衣服 因為王盈也有穿完了 然後她就沒有用 雅蘭姐 是陳雅蘭還是 陳雅蘭 對 我想說 溫熱雅蘭姐 王盈的衣服 她怎麼會穿呢 接去廈門可能才花 她是老婆啦 對啊 然後就會很好笑的是 她一看完她上網節目 她就打給我說 心裡你幫我跟王盈約 我要她的那個衣服 問她賣不賣 然後我就從中間問說 王盈妳要不要賣 王盈說那件不賣 但她其他的她可以賣 對啊 然後雅蘭姐就會去店裡 開始挑都挑她的衣服 她就說真的省好多錢 妳穿一次拿到店裡賣 然後妳可以是原價的 指折賣出去 通常都 我都賣大概對半吧 對 五色 那不然妳還想要拿回來多少錢 是喔 對啊 因為穿衣服折舊率高 那剛剛心裡 我們沒有看清楚 妳說這雙鞋是跟誰換的 這雙鞋是我自己買的 然後那時候買差不多 對 妳怎麼會買一雙 一萬六千多 我講真的 這個要不是鋼琴老師穿 這是劈牌的 妳說這像不像是公務員 或者是說老師在穿的 鋼琴老師 可是這好舒服喔 那時候 它很 跟是很特別 沒錯 可是妳看前面的頭 妳買的時候一定想說 這個楦頭 它有合人體工學嗎 有 可是 因為它的顏色特別漂亮 所以那時候想說買回來 然後配那個牛仔褲 配牛仔褲啊 我就是配那種七分的黑色褲子 或者是牛仔褲 就好好看 結果我上通告我就覺得 這雙鞋是不是滿像 O-L穿的 會嗎 這很漂亮耶 很好看耶 是還滿白的吧 對啊 而且我現在這雙白買 很漂亮 很漂亮 你看 很襯膚色是真的 像這樣子 妳自己買了 妳沒穿 那現在怎麼辦 輪到店裡當熱手 我就賣六千塊而已啊 蛤 對啊 所以看我店真的都很便宜 原價要一萬塊吧 一萬六塊啊 對啊 這雙真的很漂亮啊 妳的店真的滿便宜的耶 我之前有在學人家有包包 那時候也是上節目 然後花了一萬 十幾萬 那是 佳宏姐的 我一萬八就把它賣掉了